春阳国小师生大家在田里 一同学习播种剂的流程 也在部落长辈的指导下 学习如何撒下小米的种子 人家乡春阳村Snowin文化健康站 希望亮晒德克族传统祭祀文化 从长辈身上传承到下一代 借着我们稳健站 因为我们有长者 可以从长者他们的经验 以及他们的分享 就是分享给我们小朋友 我们也是希望是说 部落能够大家都来做 我想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的 我们只是做一些企划 各种祭什么啦 这个是我们学校校本课程的一部分 所以今天全校都老师学生都进来 然后这样的一个学习 才是真正的生活 可以带着走的一个知识 除了部落长辈与学生外 行政院中部联合服务中心执行长 也获邀来参与 过程中他也跟着学生一起下场学习 除了体验 他也感受到部落对传承文化的用心 现在经营文化健康战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让老人家的黄金时代 跟他的智慧可以传承 从这个饮鼓吊开始 然后在这个过程的祭仪 我们都用母语来传承 所以我觉得文化健康战的这个意义 是文化的传承 然后健康的永续 传统的播种祭 那通常的时间是要一个礼拜 传统的是 是不准任何人 只有祭司而礼在做 然后他做完了之后 他会叫 那个家里的那个部落的长老 过来拿那个号 要拿去播种这样的 这次的播种祭 特别请来部落文化工作者 掩饰传统播种祭礼重要的过程 同时也讲解 祭司流程背后所隐含的意义 希望将赛德克传统文化向下扎根 也让文化传承获得实践 原始新闻弄 南投人爱 茶坊报导